中国联合力舰演习连两天 总共是有82架中国的战机飞越海峡中线 挑衅硬味浓厚 不过有专家认为说这次的演习 内宣大过于威吓台湾 你已进入我国24海底警戒区 中国海警船进入我国限制水域 海巡人员不敢大意 管不驱离 中国出动共军共舰 我军严加戒备 因为中国联合力舰的军演 每天都有超过40台的战机 总计下来战机破百架 共建46艘 不过面对中方军演文武威吓 专家认为效果不张 内宣的意义大于对台湾的压力 日程比较短 大概两天没有进行实弹的射击 反而是用动画来呈现股市甚至大涨 所以这也就是他的这次军演的目的 可能没有达到 还会激起一些后作力 面对中国不断袭绕 美国近期也提出原台法案 强化台湾军事和外交 不过今年第29届环台平洋的军事演 预计在6月26号到8月2号即将举办 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29个国家 将参加军演人数更高达25000人 不过这邀请名单还是没台湾 环台平洋军演是美国最大型的军演 而且它是由靠近美国 东部太平洋的那个司令部在主持的 美国为了要去防止区域的不稳定 那现在大家都说是剑指中国大陆 也因此如果美国邀请台湾的话 那会升高不只是两岸的紧张 而且是美国与中国大陆的紧张 美国与台湾之间 在军事方面的训练跟延续 还有集体合作上面 也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不参与 会有任何的影响 新政府上任后迎来中国军事打压 台海局势中美两国持续角力 接着黄梓林明洪特别报导